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古时候中的人物他们的武力值盘行 即使这部武侠小说已经这么多年了 但是对于他的喜爱是一代又一代 那么这里面有哪些堪称小说中的白人物呢? 扫地僧看过这部小说的朋友 一定对这个人不会陌生 在很多人的看法中 他无疑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 如果说其他人之间不管有多强 至少还有自己的对手 那么扫地僧的出场 就让所有人都惊叹他那一身的本领 在面对当时武林中的几大高手 他的内心一点波澜都没有 非常轻描淡写的就将所有人击败 而关于他的身世 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其中就有人认为是慕容世家的老前辈了 逍遥子逍遥派的掌门人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 因为没有真正出手过 所以更加体现了他的神秘感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认为逍遥子是无敌的 当然是从他的徒弟们来侧面看出的 他的那些徒弟在这本小说中就是无敌的存在 只要他们一出场就非常的逆天 那么徒弟都已经这么厉害 当然师父也一定更加厉害 常常有人拿逍遥子和扫地僧去做比较 其实这种争论再如何都是不会得到解答的 毕竟他们两人也没有一起对答过 只能说都是极为逆天的人物 虚竹这是一个得到了上天眷顾的男人 从一个一点武功都不懂的小和尚 直接变成了当时最具有潜力的人 在金庸先生的武侠中有功力艺术 而他的功力全部都是其他的逆天人物直接传授的 加起来都上百年的功力了 但是从一个什么武功都不会 一下子就得到了那么多绝世武功真传的时候 他还不会灵活运用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他不是最强的 但是最有发展潜力的 或许再过个几十年 整个江湖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段玉这本小说之中 很多人都有着非常凄惨的身世 所以更让人看得动情 但是段玉却不一样 他从出生开始就享有着无穷的富贵 而且家庭的思想开放 无论他做什么一般都得到支持 本来可以享受人生的 但是他却无意中学会了绝世神功 这样的人让那些苦恋了很多年的舞者都不由得羡慕 基本天龙八部整个小说都是在围绕这几位儿写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